我的直播没有台本 讲究随机应变 记性发挥 我看到你们说什么 我想到什么我就说什么 就是我觉得这才是最真实的 真的让我准备说点什么 那时候的 我还真的就说不明白 有朋友说单纯的话多 也是因为孤独 因为平时啊 除了拍戏的时候能说说话 日常也不会说什么话 但也因此 就是 我平时拍戏的时候 跟演员老师也不怎么说话 然后呢 有一天有一些演员老师 无意当中就看到我的直播 看到我直播之后 第二天再问我小宁啊 到底哪个才是你 哪一个才是真的你 你太恐怖了 两个人 完全两个人 就现实当中就基本 不说话不爱说话 但是对人也是正常 但是那个直播 你那个嘴巴巴就不停了 感觉你好像就疯了 因为我的直播就讲究一个 随机应变 就是人家人家都说问 说你们家那个 都跟我团队聊 我说你们家刘雨宁直播 真的是可以啊 那个他那个台本 谁给他写的 他每天那个脑袋里 孙女的话 谁给他写的端呢 你这小嘴巴巴不停的 讲四五个小时 你怎么做到的 第一还是不是因为 太寂寞了 彼此都很寂寞 所以可以聊四个小时 因为我现实也没什么朋友 也没有人听我倾诉 我只能就是跟网上的这些 虚拟的这些网民们 倾诉一下 然后在我本身这儿 能找到一点 慰藉吧 有朋友说 你就是我的朋友 没错没错 We are Friends We are只是Friends We are不是Family吗 我的直播没有任何观点 只是分享我自己的经历 不要就是我的直播 没有任何的观点 没有任何的观点 没有对社会上任何的评价和批判 我只是说我自己 我只是说我自己的经历而已 分享给你们 你们能接受就能接受 接受不了 也没办法 因为刚才有个朋友 就已经提醒我了 告诉我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不敢说错话 太吓隐了 怎么随便说 也没有什么随便说 我的直播已经很放松了 我已经说了很多人 不敢说的话了 也不是不敢说 就是他们 他们不想说吧 可能只有我想说吧 直播是我最放松的时刻 因为你们是我信任的朋友 就是怎么说呢 我直播此时此刻 是我最放松的时候 然后呢 我可能就不会想 我是一个大明星了 我觉得我就是你们的朋友啊 我说那个朋友 和别人说的朋友不一样 我就觉得我可以 随便跟你们瞎聊 你们也不会害我 然后呢 哪怕害我 我也没办法 就是你们的朋友 就是你们的 跟你们聊聊天啊 唠唠嗑 放下自己的那些包袱 你关注一下 摩登兄弟刘雨宁 这个人吧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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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